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看不出, 原來喬姐這麼厲害 抹著白叔玩內部應酬 關你什麼事?你想被人內部應酬嗎? 不是, 你那天聽不見嗎? 喬姐現在加入了中國女排 一球… 一球等於一百萬 真是想不到喬姐老婆生豬 真是沒文化, 老婆蓋珍珠 是嗎? 一個星五倍, 現在喬姐五百萬婦婆 不是, 但一顆珍珠比你的眼睛大 這麼大? 整個乒乓球那麼大 做女人的事有什麼不好的 但最後吃一顆尾糊, 肝響賣臉 你怎麼說的? 是嗎? 劍蘭姐, 對, 很大顆蛇 很漂亮 看不清楚給我看看 真的很大顆 我想要襯衣服 沒想到這麼招搖 很棒 你的手插得像浪衣架一樣 誰都會看到那顆玻璃 不是嗎? 你試試找一顆五萬塊的玻璃 我看看 老婆 五萬塊呢? 是呀, 台獎 如果我老公有你這麼復老就好了 送這麼大顆石給老婆 他就沒這麼好, 是我自己買的 老婆, 你說今早晚點回來 就是買戒指嗎? 是呀 這麼大隻沒那麼貴? 不貴了, 兩他全尾, 五萬塊便宜 不貴了, 五萬塊便宜 五萬塊? 是呀 你似乎手比較重 老公不重, 錢早晚也找回來 是呀, 濕濕碎了 是呀, 但是那些股票 你知不知道我買貴了 股票又沒上市, 錢又沒下袋 才花未來錢, 不太好 老公, 股票一升就升五倍, 是嗎? 我們一定在賺, 何況轉成保值 最重要是你們這些混蛋, 拿個股票來 我看你今天紅光滿臉 這叫財星入名格 我想這一轉賺幾十萬了 不是說話 是呀… 快點點點出來益一下同事吧 好… 鮑魚… 別吵… 那天不是請鬼了, 你是不是失憶了 不是呀, 大哥是說吃鮑翅直 實情穩丁既沒有鮑魚, 亦沒有魚翅 是呀… 那些是酒樓的問題, 與我無關 台長, 我們真的疼… 一群同事想贈你慶了 那個豆腐餐不要計算 這次真是, 對吧 鮑魚… 別吵, 用餵你們和我贈聽 我高興不要多買幾個戒指 這倒是呀, 人家撿一個濕碎這麼多 你們還去作智人, 很壞 安姐, 話就不這麼說 現在劍蘭姐拿著四萬五千股 暗盤每一股五、六元 幾十萬, 怎料雞稅這麼多 只有幾萬股就打了羅股 給他十萬, 賺了一點 我只是嫌濕稅才給他 這些魚毛蝦, 真是沒見過大海 照這樣說, 即是芒姐手上很多貨 是呀 要認真地嚇一嚇她 好呀, 鮑魚… 鮑魚,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謝謝你, 阿天啊 你們這些都是賊子 說漏半天就想來冤枉我 難怪喬姐的口袖這麼密 不過不是早就看出你們這些賊子 Monica, 你要學別人了 薑就越老越辣 不錯, 一定不能讓外面的人 知道我賺成百多二百萬 不然就後患無窮 好呀… 上午十時三十分 全線電台營造一節新聞簡報 早前曾引起全港市民 認購新古熱潮的中央處理統籌 本地垃圾有限公司 今天正式在聯交所掛牌 在開市未夠五分鐘 即升至兩元水平 五分鐘升成倍了 台長和表姐這次發財了 但其後市況迅速逆轉 股價大幅向下滑落 並且跌穿朝股價 正至十點半為止 垃圾股股價已經跌到三豪二仙半 比起上市價一元, 跌幅接近七成 七成? 不可能的 你有沒有報出新聞? 這份稿是新聞處那邊傳過來的 有謎政府印, 你看 我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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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真的跌了七成 我看她的走勢不止七成 只傷七成都見骨那麼慘 很可憐 如果我虧了七成, 我一定會瘋了 是… 老公, 不要這樣 汪姐, 沒事吧 甚麼七成? 我想又是跟跌了七成的事了 你猜七成有多少? 汪姐平時這麼好 更多個台獎吧 那這七成真的不開玩笑嗎? 不用擔心Monica 以後我們供一份, 賀一份 不記得那七成很快就找回她 以後不准你再有事說個七成 早上, 吃飯 有了, 買了 吃飯了, 謝謝 政府新聞處剛剛發了一張訊息 說沒有以將垃圾處理私營化 對, 最近有公司聲稱得到專營權 只不過是個謠言而已 那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那間CCLR公司 不是獨自垃圾公司 難怪了, 那隻股票一出來 馬上就像木乃伊跳海一樣直插 那些大禍就聰明了 當然收到消息 早就股貨了, 走人了 這個垃圾股名符其實就變成垃圾了 是呀… 當初是萬人兇漢 每個發注橫財都買了這隻股 但現在只剩下三成 一定會有很多人受到影響 剩下三成, 明明就剩下三成 你計算一下 政府離陰費, 經紀佣金 入票股時申請就責署利息 加加賣賣, 八九成左右的兄弟 所以我覺得這間垃圾公司 就像那些狼心狗肺的負心漢一樣 一夜之間 令到萬千純真的市民心碎 我們算是幸運, 早就讓股票了 沒事不止, 還要收拾一輩子 是呀… 最不幸運就是接了我們手垃圾貨的人 真是一手垃圾死得轟烈 是呀… 現在請你們回來, 是不是聊天的 還不做事?賭炒嗎? 是呀… 吊頸也賭炒 是呀… 真是… 這是什麼? 吃一整噸火藥似的 神經病, 是吐了一整噸垃圾 吐著胃子 是呀, 還有一顆星光熠熠的大玻璃 一夜之間, 化為烏幼 當中的大石砸死蟹 焗我們賣股票 到頭來就自己收回了 這麼大塊石都被垃圾鑑生煙沒了 神經病, 明知道那些小蟹蟹 鬥不過惡勢力 簡中出來指示他們 對呀… 如果我們的上司鏡平時橫行 這次真的橫行, 變了一隻蟹 給把垃圾繪弄得他丟臉丟臉 神經病 可是Mon姐真是我們奇葳 是我們做人的典範 遇到任何錯説之內, 他就能否用 他就一直發光, 發熱著發光 是呀… Mon姐厲害 他真是能做到情是香港 製造精製每一天的 是呀… 是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你們說得對 這陣風扇出了電話 慘得一個大姐 我有大把本錢洩得起 是呀, 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螢幕機 你真的很擅長, 很有新聞觸覺 竟然想到訪問小古文 其實這次的東西垃圾 真的令很多小市民不受損失 所以很有新聞價值, 應該去採訪 不是你, 我真的覺得你很漂亮 我能夠和你一起合作 我只覺得自己很光榮 你別走慢一點 你妨礙藍藍採訪, 知道嗎 你…你試試看我什麼那麼多東西 我想你走得走不動 不要走什麼 螢幕機, 給大家帶我去拿 這千萬不要 他生得這麼胖, 健碩有原因 當然會擔擔抬抬抬的東西 你怪自己的腳慢, 我們要走快點 不然銀行股票可以刪斷 縮手 我一堆到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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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快點 你也四盆到誰的 你怎麼會這樣 你別碰我, 你別碰我 是嫖嬌 嫖嬌嗎? 是的 嫖嬌, 你還去哪兒? 嫖嬌, 你還去哪兒, 嫖嬌 我前面見你還好地地 為什麼現在弄成這樣 其實會不會是垃圾庫呢 你們想到去哪兒了 不過我撿些紫皮回家再拿一堆東西 一來就可以做運動 二來又可以環保 一舉三得 那環保為什麼要拿水淋濕紫皮呢 今天浪費吃水? 喬嬌, 我們這些眉睛硬企 一看就知道她想淋濕紫皮賣重症一點 喬嬌, 你有什麼困難跟我們說 錢就沒有了, 其他東西可以幫你 我還沒意思要你們幫 一天都是我自己貪心 以為把退休金賣股票 升了就不用休閒了 誰知道 不過無論如何 你在街上撿紫皮很危險 人有多, 車有多 是呀, 喬姐, 你一把年紀 又不是敏哲歌人 有頭髮, 誰想做辣妮 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天台 一做就做了大本事 我除了報告、新聞, 我懂得做什麼 就算我肯學, 也沒人請過婆婆 去做學師 撿紫皮難道會黑食嗎 那倒是, 你的工作這麼專業 現在才轉學比較難 喬姐, 我幫你忙 我幫你推, 來 不用了…謝謝 你們千萬不要跟同事說 我不想他們為我煩 你放心吧, 喬姐 我們一定不會親口跟我們說的 不會的 謝謝你 不要客氣 謝謝 胡椒, 真的弄成這樣嗎 是呀 我答應了她, 不可以親口跟你們說 於是我就錄下她說的話 有沒有誰再去聽一次 救了…聽了不像很噁心 看見她幾十歲人, 還有一條街道折紙皮 我心裡真的很不舒服 那晚看見她又燕窩又鮑魚 想著最好景的那個是她的 誰知現在一個月尾十, 連渣都沒有 明明上岸了, 自己是滑腳跌倒下海 真可憐 這個女人, 如果沒錢旁身真是很可憐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幫她才是 是呀 喬姐她外光內柔, 自尊心又強 明明在這裡撿紙皮的, 她又說環保 就算我們夾手夾腳夾錢給她 她也不會要的 我想我已經想過了 維金只有兩個方法解決 一, 就是大家出動幫她撿紙皮 二, 就是幫她找份工 工夫 我叫你幫我把廢紙收回來 你又顧著打牙繳 不是呀, 台長在這裡了 記住, 如果再有就拿來給我 兄弟, 你在想什麼? 霸姐在想你去想的事 你們傾佛計? 我們在想幫喬姐找工作 進來 台長, 我們… 台長… 進來什麼事? 阿正 對了… 以後電台就用新的拍子寶 這些? Coco, 如果你又訂拍子寶 我訂得了 拍子寶 台長, 這盒爛紙 想起也想不到是紙寶 是呀… 台長, 一邊有字我明白 有兩邊都有字 小學的功課寶, 補皮也有 黑白的藍色書, 你見過沒有? 是呀, 隨便有位寫字就行了 是牙子牙座 你知道嗎? 現在全世界在說環保, 說循環再用 台長見你們浪費紙張 破壞了這些天然資源 所以就做了這批循環再造紙 讓你們加強環保的意識, 知道嗎? 這麼多環保, 當然 很熟悉環保, 哪有聽過呢? 霸姐說的 是呀, 台長真正對 虧了真的要找一點幫保客 真的… 哥哥, 你來幫我出張面帽 通知所有的人 對了, 你進來找我什麼事? 台長, 我們想響應你說 循環再用的精神 沒錯, 循環再用就是用舊東西 就是請舊同事, 請喬姐回來 喬姐… 喬姐想回來嗎? 她沒這麼說過 不過她不退休金 把垃圾池都扔掉了 靚寶和員工撞到他在街上撿紙皮 是呀, 很可憐 很可憐 那就想辦法幫幫她 怎麼幫呢? 現在電台哪有筆接開了個位子 真是沒辦法幫阿喬姐 不過她很可憐, 台長 很可憐, 很可憐 好…你們不想撿紙皮箱 這樣行, 你們拿紙皮箱來撿東西 看你們誰願意給她 不是我不肯幫的 是你們自己不捨得犧牲 說真的, 現在這樣的環境 如果誰不行就應該自己解決自己 就像我一樣, 我一樣吃得入獄 現在一樣辛苦苦的, 兼多粉 是呀…大家都想不到辦法 出去…別妨礙你 沒辦法 是呀… 袁高鹿, 靚寶 這塊東西, 超這個尺寸 二十葉一本, 別多釘 好… 台長說自己辛苦一點, 兼多粉 是呀 上官小姐, 這筆衣服適合在法國新帆 剪刀也不錯 不過我嫌顏色太寡, 有支丟臉又不夠 我好像有一次在時尚網站 你看看這個設計師 設計了有一件粉紫色的 中間有大胡蝶, 有金葉托著它 旁邊的標誌有個寫着Monica的字 不過限量發售 看白是你們的店舖也沒有了 有呀, 我現在進去拿給你 等等…趕時間了, 下次再說吧 我實在太有味道了 連設計師也要學我 這件衣服怎麼像剛才的衣服 顏色也一樣 我的味道是設計師的味道 最初在我身上就是設計師的標誌 老師, 這款很便宜, 很低 今天星期是獎得的, 進去嘗嘗吧 六十八元, 好, 嘗嘗吧 六十八元, 不過不當當校師特賣 很划算, 款式很特價 又適合你, 趕快點買一件 夢姐? 很划算, 買吧 她這麼高的, 看得上限 沒理由不買 不用試了, 我去拜她 好 可可, 你這本游購時想輸游購賭了 是呀, 你的時尚也很漂亮 劍蘭姐, 你訂不訂衣服? 這本有你穿過的牌子 真漂亮 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隔衫買牛, 信不過 你看完才算 威美, 又到猜迷雨時間, 好嗎? 好呀 大閘蟹, 擋了含水草 沙發 不用買衣服 小心…大閘蟹看著你 潛水… 你們倆幹什麼?鬼吃泥在這裡 快一點, 今天起碼鮮五十款 Monica, 你這個漂亮女孩 女孩的造型很漂亮 不錯 所以Mon姐穿衣服也有味道 是呀, 這招叫紅太陽照邊腳 暖粒粒 Mon姐, 你不是那個 法國名牌飛仔雞毛? 那個系列 那個系列 這些牌子起碼是千千聲的 Mon姐, 你很闊 有景那麼闊, 又不是洗不起 你說, 好像有些人 壞到要在這裡釘寶仔 我只是說要駕駛著錢來洗 我兒子這麼孝, 有什麼所謂 早安… 早安… 阿熊 是 你的衣服… 漂亮 好羨慕你, 常常穿了苗街巫牌貨 你懷疑我們的 什麼苗街巫牌貨? 阻礙著條路, 土產名牌 你巫牌就巫牌 你看, 抄了安姐的衣服 人家是名牌 是嗎? 安姐, 你也穿了嗎? 六十八塊真的挺值得 我那件怎麼跟你那件?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看你買, 我才買的 原來是六十八塊, 阻礙著條路的土產名牌 是嗎? 你怎麼這麼說? Monica, 你變了 你竟然可以穿著六十八塊的阻礙著條路 當作名牌貨 吃點十二個半的禮拜, 吃得全舔你 想當日的你, 穿的是飛拉雞毛和Cookie 吃的是包心自肚和燕窩 你…你哪有錢了? 我看你, 吃得了 玫瑰啊玫瑰 想當日, 你是多麼高貴, 湧湧 每個人都要跌高的頭來仰望你 崇拜你 玫瑰, 如果你變了, 這個世界 就會變得沒有光芒, 心機, 希望 行, 你不能變的 你要重新起來, 散發光芒 拿回應得的東西 為什麼做人要這麼苦惱? 因為吃要吃得好時, 穿要穿得好 穿得不好, 隨時連工作都會沒有 穿得太好, 你老闆又會嫌美人工高 高度讚揚的應該是我工作態度 遲到早退吞泡秘魯, 你有報大傻 蘇來有惠一代天嬌患漢今早 我說最好就是Way Party, 歡樂今宵 好, 想生活快樂 不須擔心, 實去工作 好